我就會從原資訊所服務 我基本上之前都是來吃點心的 昨天晚上就想說 這個計程教育 我們的距離又要舉辦 然後突然想說 有一個其實我很想做的東西 在這邊招募一下成員 就是基本上 這是我自己跟朋友的一些困難 就是說我們每次想要做一些捐款的時候 我發現一根捐款是充足 第二個是 你完全沒有辦法比較這些公益團體 那國外像美國有一個很好的 我們現在叫 他們基本上也是一個NGO 叫Charity Navigator 那基本上他們的 美國有規定 公益團體一定要提供採訪 所以他們可以做很多很有趣的分析 例如說 跟Minnate有關的Charity 或者是說CEO領錢領很多的公益團體 例如說像看這個 本身公益團體 本身Rating很低 但是CEO也很多的 例如說像這第一家 CEO 對不起這不是 這個是另外一張錶 這個是 這個公益團體 它的錢有多少花在 木盤上面 像這一家就花了90%在木盤 等於說它木100塊 有90塊花在之後的木盤 然後例如說還有CEO領很多 有這個CEO自己領個百分之70% 我記得有50萬美金 這個大家有機會給你上去看 那台灣做不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種的規定 那基本上我之前有請助理整理 然後整理到一半他就瘋了 欸?在助理在這裡 就是 例如說 像這個 我就想了解說 他們有 有沒有做真信 有沒有做 那個財報 有沒有要換計師簽證 例如說像世界展望會是很有名的 沒有做 然後通識智慧沒有做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錢花 花到哪邊去了 可是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知道 OK 那我們有一個叫做 然後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那他基本上裡面有 一百一百億世家的樣子 是有的 他們就是 等於是加入這個自律聯盟 自願他把那個 有會計制簽證的財報 綁出來跟是長的樣子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這麼分析 那當然你不在這裡面的 我們就有完全沒有資料 所以我現在是 希望能夠 看有沒有 有興趣的一起來做 一個全體Navigator的網站 然後呢 基本上如果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可以 可以去 就是說基本上也是 強烹那些有名 他們就不放 這個財報啊 然後真信資料的 公益團體 他們來放 然後再來就是說 甚至可以去幫助說 幫助說他們沒有 沒有能力做那個 真信的 團體 例如說有的人可能 會想幫助NPO 來做這些資產 他們不知道 有哪些NPO 什麼在哪些NPO 他們需要幫忙 好這個是這些公益團體 像這個是48萬媒體 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好 最後再有一個廣告 我們應該是會在 今年中暑假的時候 會在中文院辦一個 第一屆的Data Science Conference 好 那那個 我在這邊徵求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邊有很多專家 就是說 Data Connection Crawling 還有Data Cleansing 例如說 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 Roney Wong之前做 在哪邊 房之前做那個房 那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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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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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房價站錄 然後還有那個Turbi 他做國科會 還有捷運的資料 我相信你們的經驗 都會有 那個知識甚至分享在 這個Data Science Conference 所以如果有意願 對這個專案有意願 或者是對這個 Data Science Conference 那個 單身講者有意願 的話 也可以幫他去跟我聯絡 好 謝謝